吃素最大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 长养慈悲心 佛教徒为了长养慈悲心 常会以吃素来作为饮食的选择 但若是因缘不具足 而有家人或环境条件 无法配合的情形 台南静宗学会教授师 悟行法师给了我们一些建议 有一些场合不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可以学六祖会人大师 吃这个肉边菜 那么也是不要让人家造成困扰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种 才心上像大臣菩萨 教我们就是在心上来修 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嫌弃 不要跟众生有任何的对立 我们真心的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所以这些善巧方便 其实都是一种 我们今天讲都是一种开源 那如果坚持自己一定要这样做 你看在家里搞得家里面闹革命 跟家里有冲突对立 这个不是学佛人的真正的好榜样 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让家庭和乐 欢欢喜喜 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的引导我们的家人来学佛 进一步的劝他念佛吃素 释迦牟尼佛在世时 因为托波横顺众生而无法如素 六祖慧能大师也曾因藏身猎人队伍 而暂时改食肉鞭菜 吃素是一种福报 但若是善缘不具足 则应暂时利用开源的善巧方便 学佛最主要是修心 当我们有这份坚持慈悲的心 持之以恒 有一天必然能够圆满素食 法界新闻参谋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道